老师 什么情况 这段人 王颖冰真的留在六连了 看来 老六的话 把他缰住了 这个六连长的诱惑就这么大 王衍冰真的愿意留下了 那些都不重要 对王衍冰来说 那些条件都是些浮云 关键是 王衍冰他不是一个没良性的兵啊 他这么一走 会伤了六连战士的心 老六是什么人 老油条了 他知道说什么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就让他留在六连了 你觉得六连能留得住他吗 我告诉你老黑 包括何晨光 四连咱们也留不住 甚至是李二牛 迟早要找他 为什么啊 他们都是特战旅看中的兵 这次演习没看出来吗 那是什么表现 何晨光 王衍冰 李二牛 其实他们大股团啊 只是走个过场 迟早发觉要把他们接走 那六连长 都以白说了 那也不能这么说 一个战士的成长 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要经历一些挫折嘛 但是这种挫折 是 不光是生活上的 还有情感上的 王衍冰这次 就算是他 军旅生涯中 一个小小的情感风波 至少通过这次 至少通过这次 他知道 部队的珍贵 战友的珍贵 战士不光是战争机器 都是人嘛 都是情感动物 这些都是一些经历 可惜了 三个这么好的兵 说不定 老天真走了 这也没什么 很正常 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 该走了 迟早要走的 二妞儿 哎 伯长 您坐 那你呢 你怎么还得退出来啊 啊 俺不是 随时把俺上哪儿去啊 连累不是把你 叼到死盘当狙击手了吗 我还没去 你不一直想当狙击手吗 这回连累烟戏 你表现得很出色 很好啊 这连累把你叼到死盘了 你为啥不去 脑袋得没块儿挤了呀 班长 俺觉得在这儿挺好的呀 对不对 连里边兄弟都喜欢吃俺的饭 俺觉得很满足 俺可能成不了 陈光那样的拘手 但是俺有信心 成为一个最好的追尸员啊 班长 俺也舍不得你 舍不得这帮兄弟 是吧 二妞儿 后要让你给你说的 我很感动啊 够意思 班长 你别说了 俺都不好意思了 有啥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啊 咱家确实这狙击手的浩渺子 你再吹这番有点耽误你 没有啊 俺咋没觉得呢 要不这样 以后你脏饭不用做了 这个脏饭馒头薄的 地后面都做得不错了 你就给你斩头板 去训练去 中午晚饭你得回来张哨 真的假的 你弄破烂碑 好 班长 你现在就去 今天这个饭我替你做了 班长 这这这 你还信不过我 不是我 你我还馋了生姜老袋辣 你得吐出去不对 你看我的这个速度 花片你得跟我选啊 谢谢班长 那你去了 快去吧 是 班长 我回来教一下这种官法 好 走了班长 去吧 整工气啊 让他们斩斗板看看 我们催着万一不光辉作反 哎呀这个病肿 黑难得呀 过来 谢谢 我看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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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跟我装 站不起来不能走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谁也骗我 你说你要不要改 改改改改改改改 郑光你没事吧 郑光 你怎么了 疼 疼我看一下 这儿 这儿也疼啊 怎么办 这儿 这儿疼 你没收到这儿啊 是不是牙疼啊 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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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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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出个主意 你说 我是要得罪了一个女孩 要向她赔你道歉 我该买什么礼物 你不用给我买礼物 我也不会真的生意气 我没说你 我是说一个不认识女孩 你别误会啊 你别误会 我都对她了 但我不是故意的 当时是在演习 我 谁 我也不认识 好像是叫什么唐心仪 唐心仪 名字挺好听的 漂亮吗 还行吧 我当时也顾不上看清楚 只是听说是我们军区机关的女军官 女军官 刚当面就勾断女军官了 什么叫勾的呀 晓晓 我是那种人吗 那你说 你怎么得罪她了 这事还有点说不清楚 当时是演习 你知道演习就是战争 我问你怎么得罪她了 我把她衣服脱了 小小 你听我说啊 这事还真是说不清楚 我当时不是把她衣服脱了 可是我还没有想怎么样 我其实我就想 何成光 我告诉你 我一直以为你很老实 亏我从小到大 一直想着我将来一定要穿着婚下 我要嫁给你 你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这么对我 我恨你 小小你听我解释 真的不是 哎 手间还真大 德德 两份礼物 哎 晓晓 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啊 他骗我 谁 谁骗你啊 他 他骗了 先生 消费点什么 哦 心服务了 谢谢啊 好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跟我说 两个人之间只要不出现第三个人 就不会有问题吧 现在出现第三个人吗 不会吧 哎 哎 解放军的管理科科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 我曾经跟他们的维侯部队在一起维吾河 他们的军记是很出名的 什么 什么破军记啊 他把人的女军官衣服都脱了 啊 不会吧 哎 先 现在解放军 都开放到这种地步了 他自己说的 哎 晓晓 可能 是什么特殊情况的 譬如 战地救护之类的 哎 你要知道 我们当时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在战场上啊 根本没有男性女性 只有自己人 和敌人 如果碰到危险的时候 是不会分性别的 危险的时候 你不想想 现在什么地方还打仗啊 再说了世人都知道 男女受受不轻的 我真没想过 他会这样 晓晓 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这个岁数的男人 什么事情都见过 什么也都知道 我要告诉你的是 在这个世上 男人没有几个是表里如一的 我知道你很难受 但是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现在我们姑且不说 他是不是真的背叛你了 即便是背叛你了 你也应该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 对不对 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一是一二是二 起码有一点 他没有骗你 他把所有的事情 都如实地告诉了你 对不对 可是他说了还不如不说 做男人可真不容易 跟你说实话吧 事情会越来越大 那还不如不跟你说实话 可能事情还更好解决了 我觉得呀 他还是挺可爱的 可爱 对呀 虽然他做错事情了 但是他没有隐瞒你 他如实告诉你了 这样的男孩子不可爱吗 晓晓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 但是我想 等事情都弄清楚之后了 你可能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你现在非常的不冷静 我希望 等你冷静下来之后 再好好想想 你为什么要替他说话 因为我是男人 我也当过兵 军队虽然是封闭的 但是 经常也会碰到一些极端的情况 我理解的 你 也背叛过自己的爱人吗 是的 你还真够坦诚的 那个时候 我在国外执行违和任务 全程屠杀你知道意味着这 我们是违和部队 只能被动看着 因为我们不能主动出击 只能被动还手 那座城市 有一条大街 被称作是狙击手大街 因为那条大街上 到处都是狙击手 可是 他们并没有狙杀敌人 而是狙杀 路过的父母 我的违和尚索 就在那条大街的尽头 我 他们是两个人 是狙击手大街的尽头 是狙击手大街的尽头 我现在是狙击手大街的尽头 是狙击手大街的尽头 有 ohne猛犬 我肯定在这里没有出做 是狙击手大街的尽头 是狙击手大街的尽头 还有产队 是狙击手大街的尽头 我现在是狙击手大街的尽头 。 对,就是狙击手大街的尽头 事物对证 这是太危险了 不过没事就好 那个姑娘 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留学生 你应该知道 在那种情况下 在异国他乡 碰到一个 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姑娘 真的是有一点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也正是因为 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 我们产生了感情 那时候你结婚了吗 是的 我太太当时 在我所在的那个国家 家里面等我 你就没有负罪感吗 有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不能又把他提及死亡了 那后来呢 后来我随着违和部队 一起撤离了那座城市 他留下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的运输机上 没有他的备置 所以你就把他丢下了 所以你就把他丢下了 晓晓你知道吗 有些事情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因为当时我毕竟是在一个正规的军队 我们有我们的纪律 我把我当时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他了 还把我在那个城市所有朋友的电话和地址也都给他了 我希望他们能够照顾他 我不得不走 因为我是一个兵团的士兵 就这样 我离开了那个国家 那座城市 那他呢 后来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我们离开以后 那座城市 一直被各种势力所占据 新的同时 又开始了 我回到家之后 把所发生的一切 都告诉我的太太 因为我觉得 婚姻当中 最重要 就是城市 我太太虽然很生气 也很伤心 但是她并没有走 她原谅你了 是的 我太太是一个记者 她后来 甚至通过一些朋友和一些关系 去找那个女孩 但是始终没有消息 完全是我 我也会原谅你 谢谢 晓晓 我跟你说这些 其实是想告诉你 很多时候 来人都会做错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不犯错的男人 而女人应该怎么选择 选择权在你手上 我希望我没有影响你 我跟你的男朋友不认识 但是所谓信心相信 从她的眼神当中 我可以判断出 她是一个优秀的士兵 也许她是犯错了 也许没犯 但是 这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你对她的感情 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吗 好 好 别再生气了 至于该怎么选择 就真的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嗯 我会好好想想的 谢谢你 对不起啊 老是让你想起一件不开心的事 没什么 人都会有过去的 即便是你不问 我也会想 有你坐在对面 从比 我一个人自己想强吗 那说明 我还有点用 当然 作用非常的大 谢谢你 不不不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还是应该我谢谢你 因为我在这座城市 几乎是没有什么朋友 不会吧 你这么健谈的一个人 我从来不愿意跟别人说这些 我不想去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我懂 那这样好吗 以后你想说的时候就可以找我 好啊 好 我现在可以要点喝的吗 好啊好啊 我好像看到一出悲剧在上海 我怎么办呀 要不我去提醒一下那女孩 你待着吧 去干嘛啊 让白头雕修理啊 那就这么眼睁睁看着 除非目标动手伤人 或者有什么别的严重性 否则我们不能阻止 难道泡妞也是违反行为吗 不是啊 可是我也敢 你觉得那家伙也没有说要泡泡泡泡那个谁吗 你啊太年轻太简单了 有时还幼稚 这就是欲擒故纵 找到机会就痛诉革命家屎 老男人的套路 你看着吗 那那个女孩也太可怜了 这东西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事啊 爱情这东西 玄妙 那小兵怎么办 好好干工作吧 干这行就得学会做一个旁观者 还要是吗 我原来一直以为我毕业了 能做个黑猫警长 想不到到这儿以后 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 黑猫警长能成功办案的背后 就是因为无数的千里眼顺风耳 勤奋地工作 好好干活 别胡思乱想 我 我工作了 我工作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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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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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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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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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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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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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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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衣服 首长 何必呢 你不是能打吗 我今天就要见识见识 你到底有多能打 没这个必要啊 有这个必要 我不跟女人打架 当时是演习没办法 对不起 何晨光 别以为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太没用了 你脱了我的衣服 还跟我讲礼貌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礼貌 收藏 您这可都是杀人招式不是格斗招式了 不探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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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我再说一次啊 当时情况紧急 演习就是战争 我是不用选择 少跟我废话 别跟我提战争 我战斗的时候 你不知道在哪擦笔记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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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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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